事實上 我覺得這一次 檢調辦案是非常厲害 他可以說是火燒連環傳 還記得我們現在把時序稍微往前推 從一開始臺志光 國菜市場 然後開始金華城案 開始有了這個北市科案 到最後開始爆發出這個 所謂的捐款的政治現金問題 你要知道在七月三十號的時候 柯文哲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還講說 對啦 金華城的案子有圖利的 但有有哪裡不合法嗎 甚至還嗆了一句說 有找到金流嗎 這件事情那時候是七月三十號 八月六號的時候 馬上就從了這個所謂的 政治現金案開始切入 發現柯文哲這個禁走的關係 跟木可的關係非常不尋常 後來進一步爬梳之後 發現非常多的帳都是在亂爆 在灌水 結果檢調在八月十四號的時候 應該是十四號左右 八月中去搜索木可公司 我跟你講 一搜索木可公司之後 金流所有的帳 就從這個金流切入之後 所有五大案 因為這個搜索木可公司 帳一攤開來 這個金流可能就已經串起來 所以現在就變成火燒連環穿 在火燒連環穿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說柯文哲要針對這個政治現金案 來進行探討 切不了了 我們現在就問 這個殷小薇昨天試圖要從臺州 那邊出去 其實現在的一個說法是 因為曾經 這樣的訊息之下 靳小暉才想要趕快溜 就要溜 就沒想到臺北被禁管現在往要臺中去 也因為他這樣要去逃 所謂的逃亡之前的情況之下 所以才讓這一次的深壓一次 現在是算在進行當中 但看起來應該是深壓獲准的情況 是可行性非常高 那再加上在這種一個前提之下 你說今天柯文哲他要用這個案子來進行分割 柯文哲你現在目前為止在畫面上 所以看到的全部都是政治現金 他不想要回答有關監華城的案的這個問題 可是我跟你講已經沒有辦法 因為事實上收索募可之後 切入到這個資金之後 已經宛如一個鑰匙 而這個鑰匙就把所有的五大案 全部都串在一起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剛剛大家提到 那個四千五百萬 所以給印小薇 所以印小薇開了這個兩次便當會 你覺得這個印小薇 四千五百萬是給他的嗎 如果說在2015年 印小薇就已經跟 這個沈青金關係匪淺 而且一同出國 還被人家拍到的情況之下 這已經是我們自己人了 自己人你還會拜託他 去開個便當會 要給他四千五百萬嗎 不需要 第二件事情 印小薇自己本身的財產 在台北市是有三個房子 兩個女兒在國外唸出 養了一匹馬五百萬元 你說這樣子的人 不是有長期在供養他 怎麼可能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知識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抖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經十二點友善紀錄板 等你一起來